關閉客廳所有電燈 稍等一下 寶安 兩邊的窗簾全部都開 寶安 正在設定情境 關閉主臥燈 好的 電燈目前已關上 關閉主臥燈 是啊是啊是啊 我們的車機在新大樓 大家知道新大樓跟後鞋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香的賞屋 我們今天在淡水台北灣 今天是第一次要跟各位開箱 全市Honkey 實際安裝成功的正式體驗 應該有一些朋友家裡面已經有安裝了 因為沒有人拍影片 但我們今天就是第一次拍影片 我們也要介紹特別來賓 和我們未來合作夥伴 這個是族類科技的NEO 來自我介紹兩分鐘 對不對 是我介紹十秒 大家好 我是族類科技的NEO 今天就由我來跟大家介紹Honkey的部分 尾志 上午房屋管家尾志 他今天是第一次來體驗 因為畢竟這個東西很新 房屋管家做的東西已經很多了 我們也是出體驗給大家看 NEO這邊已經把整個Honkey都置入在這裡面了 大家可以看到跟一般我們裝好是沒什麼兩樣的對不對 對 尤其是牆面上的開關完全跟一般的使用一模一樣 它很開關蠻高級的 跟人家說幾個 那一組開關就一千多塊 這個是比較符合一般設計師的喜好 因為他們覺得說現在的機械開關 或是這種開關它的量度比較高 電子開關的話可能會比較長壞 反正就是 設計師說為了要讓家裡面質感更好 就是用貴一點 你要用便宜也可以 那就沒質感 今天大概分幾個項目體驗給大家看 就用這台iPad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Honkey的操作 在一般的情況下 用手機跟Apple Watch 甚至是耳機都可以去做操作 這台iPad就會扮演這個Honkey居家的一個中樞的角色 透過iPad或是Apple TV或是HomePod 來在外網做一些連線 透過4G 再透過iPad來控制家裡面的配件 我們先來看看這裡面有什麼 來 微視你看一下 唸給大家聽 這邊有客廳的啃燈 客廳的紅色燈 客廳的電視牆燈 這些是已經開啟的東西對不對 沒有亮是什麼意思 有亮的是已經開啟的 沒有亮代表它現在是關閉的狀態 比如說現在門鎖是上鎖的 HomePod的話現在是沒有在播放音樂 主要冷氣現在也是關閉的狀態 客廳的冷氣是在哪裡 在這邊 客廳冷氣 出來還可以控制溫度 聽到BBB的聲音 在降溫 窗簾的話 像公共空間的窗簾 它是可以精準控制到開合的 可以看它已經到了50% 這邊有兩扇 窗簾 窗簾跟窗簾是分開的 對對對 就是兩個吧 要幾%就幾% 微視操作看看 長按 按住不放 對 然後去拖動它 如果要全開全關的話 可以直接在外面做點擊 全開 點擊就是百分之百 對 100跟0 對 全開全關 長按就是調整細項 對 如何 你家要不要裝個 好 走 不要還有全市的燈光 嗯 都有做 所以 可以看到 哦 那我有辦法客廳全亮還是怎麼樣 關閉客廳所有電燈 稍等一下 好的 目前已關上 哇 客廳它有三個項目是不是 它其實有蠻多燈的 包含吊燈 它會幫你自動去控制這個裡面 所有電燈 打開客廳所有電燈 燈 通常做完了Honkey的全市裝潢以後 就一定會有一台iPad 這是它原本的iPad 然後這是它自己隨身攜帶的iPad 晚安 它會把 接力燈打開 哦 對對對 所有的智能家電只要安裝好以後 接下來的情境也是客製化的 對 現在有在增加一個情境 Apple它有一些建議 比如說早安晚安啊 反假這些情境 剛剛它已經把早安設定好了 所以現在有早安跟晚安 Gina測試 晚安 不是不是 你要嘛用講的 你不用按的 你不用自己告訴自己 我現在晚安 晚安是再一次是全關 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來操作早安 但我們這次你用講的不要按 早安 他說你也早 你剛才早安兩邊的窗簾全部都開 這才是真正的智能家庭 它不是單純遙控一個東西 還是聲控一個東西 我們講一句話 它可以做很多事 如果是你自己使用的話 你覺得你需要哪些功能 有可能做不到 沒關係 你說說看 送食物 送食物 吃魚還不會做啥 菲斯瑞你會煮菜嗎 九首之勞 等等 沒有手我怎麼煮 這個有沒有辦法設定 譬如說我現在要出門 很趕 收了就直接出門了 在外面把家裡的窗簾全部關起來 可以 我設定一個離家 Apple它就是建議你已經把 所有的東西都關上 只要有接電的都可以關 對 關閉台北外全部開關 等一下 馬上好 這樣很方便 很方便 你不用為了房間廁所燈沒關 回家關燈對不對 尤其是起床快遲到的時候 沒那麼容易遲到啦 好那大家看完客廳的操作來體驗房間裡面可以做什麼控制 走吧 哇這主臥室也蠻大的 那邊是衣櫃 對 看女生梳妝台 另外一邊 衛浴 然後中間是床 可以做一些什麼樣的體驗呢 在這個底下都有做氣氛燈 就是讓你晚上的時候 一樣可以用開關iPad來開啟它 哦這個是晚上睡覺 如果突然想要起來尿尿 不要開這麼亮的燈 對對對 又防止自己不要 摔倒 如果用講話的控制咧 也可以 假設我現在要睡覺 晚安 正在設定情境 好看啊 現在在研究功能 不是在研究科學樣 啊沒有啦 漂亮也很重要 這些燈袋都是可以 隨著你的心情去換色的 哇 哇 但這個燈袋是不是比較貴 跟一般的燈袋都差不多 講一下市價 大概3000多塊錢 這麼大一條 3000多塊是2米 這邊的話大概是用了8米左右 覺得在臥室裡面最主要功能就是 你回到家有時候是先躺在床上 可是你刻意的燈都是開的 你本來以為你在床上先躺一下 結果你就睡到天亮了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功能 你躺在床上 你就可以燈都關起來 你就直接睡覺了 那我可以設定時間嗎 可以的 它在自動化這邊 它可以自己新增一些自動化 比如說我在7點43分把主握電燈打開 那它還可以設定說 開啟過後1分鐘之後關閉 我們是要說開啟過後1分鐘 老人家的房子會放一些Sensor在房間裡面 當老人家起床的時候 它感應到它 它會把廁所燈打開5分鐘之後就關閉 把它會寫省電的功能 我一開始就可以設定 每次打開它只開多久嗎 對 我們要設定這些情境 花很多時間學這個嗎 其實它需要你住進去之後 你才可以知道你究竟要設定一些資料的編輯 需求要什麼 對 然後你才可以開始自己去做一些編輯 不用擔心會把這個系統玩壞掉 因為它非常的自由 所以你可以隨意去操作 像這邊有很多自動化 你可以隨意去贊助它 對 它是沒有上限的 如果客戶安裝了這個 然後它最後不想設 或是它不想自己弄的話 它可以叫我們幫它服務嗎 那它可以一個家庭這邊按設定 這邊按邀請 可以把我們工作人員邀請進來之後 讓它做遠端設定 設定完之後再幫我們移除掉 事實上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做法 菊娜有沒有覺得解決你心中的問題 很方便 當你把整個家串起來的時候 欸 確實家裡面至少要有一個人是 特別樂中於做這件事情的人 但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有一個配套方案 線上客服 收費 有興趣的朋友們跟我們聯絡 再來這個問題是說 假設現在這個裝置是你的 但我們現在是一家人 一個家庭裡面應該只有一種設置 不可能他的手機是他的 你要你的手機是你的 應該不可能吧 那就要變成是 每個人的不一樣 有些配件是加在他的手機 有些配件是加在我的手機裡面 但如果只有一個人會設 譬如說你設好了 我們三個人可以直接拷貝你的嗎 對 就是一樣 剛在那個地方把 自己的家人邀請進來這個家庭裡面 那大家的 Home裡面就會呈現一樣的配件 如果我們都是一家人 如何把它複製給自己的家人 開始 傳送邀請 好 喔 我看到了邀請你共享台北灣 所以我只要在這個上面按接受就好了 我按了接受以後 然後看到了加入配件 我們就按加入配件嘛對不對 好 開始同步了 哇 所以我們一同步以後 我就擁有這邊所有的內容了 包含攝影機也有呢 好 那我現在試試看 我是不是可以控制冷氣 有 B 我們現在主臥人特別多 我們開冷一點 Hey Siri 關閉主臥燈 悄悄話 好的 電燈目前已關上 Hey Siri 打開主臥燈 好的 電燈目前已打開 他偵測到的是打開主臥燈 Siri還可以辨識你口齒不清 現在我要用手錶來控制 關閉主臥燈 好的 電燈目前已關上 好啦 所以Apple Watch也可以 就是你隨便一個裝置 只要連到線就可以 開車快要到家之後 我可以先按一下 讓我家所有的開關都打開嗎 可以在自動化裡面 去做一些設定 當有人抵達的時候 可以直接去連動設備 做開啟或是關閉 要是透過手機的位置 或是手錶的位置來做判斷 那有辦法設定 範圍還是距離內嗎 第三方的App裡面 它可以去拉大小 500公尺以外就可以做判斷 方圓500公尺 對 比如說這棟建築物 就已經都設定好了 跟你回家路上 離家裡面500公尺還沒到 不管是走路 騎加拉車 坐公車開車 它就感應得到 對 你不用講話 也不用拿出來按鍵 都不用 太酷了 但是不能設定到那個時候就開門 因為太早開門 沒那麼快到家 我直接出門 它就會自動關燈 就可以省電 對 有人離開 或是最後一個人離開 喔 還可以設置 最後一個 當然它是用什麼東西偵測 就是每個人的手機的位置 喔 所以只要家裡面沒有穿戴式裝置 或是行動裝置 它就可以知道沒有人在家 它是用裝置認定 對 沒錯 可是小朋友就不行了 因為小朋友沒手機 對 如果是小朋友的話 就要再來做其他的設定 對 不過也是也還好 都可以自己按就可以了 那它會只偵測Apple的手機嗎 對 沒錯 我們這個整套系統是針對iOS的設備去做判斷 我們是蘋果 別說 離開這邊以後我不要用這個 我在台北灣的這邊 喔 看我們就有感應到Apple TV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原本的Home Key就有綁 所以它的Apple TV會自己跳出來 叫我加入這個家庭的Apple TV 要離開的話按家庭設定 選擇這個家 這個嗎 對 按這個 然後在最底下 按離開家庭 OK 但是我剛剛是受邀者 所以我是訪客身份 有分管理員身份還是什麼 第一個去加入這些配件的 就是主要的管理員 只有他可以去操作這些 不管是邀請 只有他有資格決定誰可以進來 誰不要進來 或是誰進來了 我把它刪除 對 沒錯 設定的人不要離開 對 當然 我有看你的系統裡面 你有很多個地方 所以你又可以做不同的期望 就像我還有一個是公司的 但你有公司工作室 自己家裡面 show room 還有其他的房子 對 沒錯 很有錢的意思 接下來這段我們來測試一下 Apple TV和HomePod 現在這個HomePod講話 它就可以操作家裡面了 是 沒錯 現在用iPad來當作是 Apple TV的遙控器 這邊控制中心裡面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遙控器的選擇 因為原本只要有連 Apple TV 它就會有一個遙控器的選擇在裡面 那我先操作它 好 Apple TV已經跟HomePod都嚴重了 所以它其實聲音是由HomePod來做播放的 這邊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不管你家舊的房子 正要裝潢 買新房 蓋房子 都是不同的進入方式 對 講一下後裝市場 辦前裝和前裝 專業來解答一下 分為幾個階段 建設公司 開始就要蓋房子的話 我們把它歸類在前裝市場 搭配工程的部分 一次就把它裝在電箱裡面 客人交屋之後它就是智能仔 第二部分是屬於半前裝 可能是毛配屋 那交屋之後它要做裝潢的時候 然後我們去安裝 那是屬於半前裝的部分 後裝的話就比較偏向DIY 可能自己去買一些 開關啊 插座啊 後來做安裝 如果你家你只是想要先體驗的話 可以買一些簡單的智能插座 那就是現成的成品 概念有點像外接的 就是直接插座上 插一個智能插座以後 我再把我原本的電器插座上去 只能體驗可能一個項目一個項目 可以做的情境和整體的配合 彈性就會小一點 整體的應用也會少啊 畢竟還是要WiFi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家要裝幾十個插座 或是幾十個燈 每一個插座都是一個裝置的時候 最後你家的WiFi會扛不住 今天就是簡單跟大家去分享 Apple Homekey實際在居家整體的配合 這一個房子已經把基本可以安裝的全部都安裝了 當然還有很多進階的東西 例如說清淨機電風扇 還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像水龍頭 哦水龍頭那個成本比較厚一點 還有一個是它會室內偵測濕度 就去開除濕機 這是像一些sensor它會做到多合一感測器 你就可以去做連動 比如說當溫度低的時候去關閉冷氣 溫高的時候去開啟冷氣 我們要講的東西真的是 我不需要去按 那個其實只叫做遠端遙控 不叫做真正的智慧 或是智能宅的應用 如果我一定要把手機拿出來按 手機拿出來用聲控的 這個都叫做遠端遙控 不是叫智慧 不像我們剛剛有很多情境師可以設定 人離開了 或是人進來了 有一些自己的情境師的反應 無限的創意 就靠大家的智慧 好像我現在常常目前在北部比較多 台中以北的 可以直接聯絡我們粉絲專業 或跟我們聯絡 討論智能宅 那未來房屋管家裡面 也都會有修路 那大家可以來體驗 東部隱藍的話 麻煩 竹黑科技的那個資料 上在這邊啦 NEO它實際上 已經做了非常多的 實體 產品了 有興趣的朋友們 還有建商 或者是 自己有地想要蓋的 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如果各位朋友 想要看什麼測試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智能宅應該是 解決我們大部分 生活的需求 但是可能沒有辦法像魔術秀一樣 不要亂許認啊 鬆死了 我們要講是 解決在家電上使用的需求 讓它的智慧化 而不是變魔術 最後我們還有臉書的討論區 大家可以在那邊 做各種問題的提問 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還有訂閱喔 大家再見 掰掰 大家再見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